北京时间9月2日,Jermy Cohoes,报道,北城76人与自由球员后为贾玛尔克劳福的相互友谊,但目前杰里贝勒斯的合同是双方签约的最大阻力,目前贝勒斯的合约还剩下一年860万美元。 这位30岁的老将上赛季,代表76人出战39场比赛,场是能够贡献7.9分2.1个篮板以及1.4次助攻,如果76人能够交易或者买端杰里贝勒斯,那么贾玛尔克劳福的加盲费成,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 贝勒斯在两年前与球队签下一份三年总额为2700万美元的合同,目前还剩下857万美元。 Scoop B电台的Brandon Robinson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 我认为对我来说,尤其是作为一名自由球员,有些事是可以解决的。 克劳福的在接受Robinson的采访时说道,很荣幸能够在费城打球,但显然在达成之前还有必经之路,然而谁不想在那里打球呢? 上个赛季克劳福的代表明明苏达森林郎出场80次,场均能够看下10.3分,从篮命中率仅为41.5%的同时三分命中率也降低到了33.1%。 本文来自NBA官网